那我们今天的一日系列 让大家了解成为百万库庸的秘密 海不风一转我们就出来了 我发现我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没做 因为今天通常是今天是Day 1 Day 1通常安排的东西都比较少一点 甚至可能是没有安排东西的 不过今天就很赶快 因为突然飞过来赶了某些一定要很快出的东西 所以就没有准备时间 现在是时候把所有碎片 那些影片 现在是未成为影片的 现在只是有碎片 那些碎片就要湊一湊 把它湊成为我们今次拍摄的节奏 我刚刚刚弱干整理了一点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12点40分 那现在来到12点多 那我们的节奏还是完成了七成左右 我欠我自己的东西还没做 简单来说 今个星期最后的影片 我是未最终完成的 好 你睬一眼吧 有很多未必一定会拍摄的 但是我想你睬一眼看不出来是什么 我们会做一个类似这样的表 看看大家明白不明白 这里是剧透表 这里每一个卡都是一个主题 就是一些我觉得会拍摄的东西 有些就是之前弄下的 譬如这个 其实还没想好 譬如《料理之王》 我们说了我们买了 那我们今次来就会拍摄 今次来就会拍摄 但是其实还没想到 还差一点东西去拿它出来 然后有些奇迷古怪的 奇迷古怪的就是要计划 怎样令它变得有趣 这个就是 这个叫孔鸣旗 好有趣的 我在Facebook看到别人玩 就是这样跳来跳去 这样就可以拿走一粒 你怎样令它很无聊的东西 其实是一件很不特别的东西 怎样你可以想象 如果你看看你自己的人脚 譬如我们现在有两个人人脚 如果这两个人脚 面对着这一件东西 会不会变得有趣呢 如果会 那就可以了 我就会先买 所以这件东西已经出现在我们那里了 那我们再想 怎样令它变得有趣 那很简单 这个你一看就知道 把上面的东西换成食 那基本上就是 就是我们影片 娱乐类的影片的 最简单的一个方案 不用很复杂 因为你知道 换了那些东西 然后你有这些人砌 那基本上那条片就有整的了 就不是说真的这么懒 我做这一部分 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是最轻松 最有趣的 这些尺寸的东西 有什么可以换下去 又有趣 得来又 你看看 你想是天国还是地狱的形式 就是你可以放一些很正的东西进去 然后大家会抢着吃 对不对 就是很想赢 又或者你会放一些很差的东西进去 那大家就 都可以很想赢 为了避免 要吃那个很恐怖的东西 除非 很有钱就变成金粒 那不同的说法 但是这些东西不会发生 这些是Mr.Beast那些这样做的嘛 那所以呢 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迈进 类似这样的形式 我们已经将我们那个片排好了 总共有10 这次我砌了12条 还是拍不完的 这样就要排了 有些东西就是生鲜类的 那就会先拍 不是生鲜类的 就可以先写住下去 譬如 料理之王这些不是生鲜类的 基本上就会先放着 有时间性的东西 你要先做的 例如这里的新的食物开箱 那你会先拍 那这些不赶的 你就把它放在一边 然后这样顺利一轮 然后排 我们可能拍三天 就可能拍三、四天 有些东西是需要等的 例如 我现在手上这个 这个应该影片本身未出 但是呢 我们已经拍到下一集的节奏了 这个就是《復仇者联盟》第一集 那我们做了这些东西 那第二集就会围绕着这些东西 再做另一样东西 那这些呢 就要雪地要停的 你就会把它排成为 那个影片的半集 然后放在第一天 即是第一天的拍摄 它完成了 即是它雪冻了 那第二天就会完成它的 即第二天就会完成它的下半版 下半版 接着就两个砌成一个 所以它会横跨两天的 你不可以将这些东西 排在最后那天 就是这样排一排的这个表 那你就会得到一个 我现在手上有了顺序 还有有了题目 还有准备材料的一个 坡 基本上每一次都是这样做的了 只是上一次我升级了这块板 现在大块了 可以多写一些东西 COOL 那就通常这里搞两个小时 那你就可以根据着这里的所有内容 你就可以出去买东西了 没错 为什么我这么冷静 12点多 因为这里附近其实就有一间 你可以看这条片 就是那间家乐福 基本上是24小时的 那些东西可以凌晨做 我们当然是将它推到最凌晨的时候做 这样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大概整个 整个节目的架构 就是由零开始就是这样变出来的 就是由我来 然后搞 然后做这个 接着中间拍完片 就是做缩图 做电脑 做 剪片不用做 就是做那些东西 之后再晚一点就是 搞这些 那接着 其实就完成了 那中间如果有时间 就到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拍摄 因为你要记住 唉 说起来一些最厉害的东西 这一边 我们每周有两条片 我们自己每周有三条片 但是我们来这里拍摄 本身已经占据了香港拍摄的时间 就是在这里拍摄了十几条片的同时 这个星期 我当我要用一个星期 一个工作周 这个工作周 与此同时 我都要交回香港的三集的内容 回去香港的 否则你迫起来 其他 其余的日子就会迫得很密 就是你会迫到一个星期要很多 要天天都要拍摄 才能够满足到那个量 所以现在就开始想 譬如我现在真的来到台湾了 那怎样可以扭到那三集的东西 又移入去 我觉得是有趣的 又不会太花时间的 就是按着节奏来做的 譬如我有半天时间 我就会去一些 可以半天搞定的东西 然后就可以拍到一个内容 一个有趣的内容 我自己也觉得有趣 我又想去的东西 大家觉得好玩吗 有趣吗 你看到这里你觉得有趣吗 因为我估计没什么人 会用一个流水式生产线的形式 来解开做这种东西的方法 但是我是用这个方式的 所以你看到质素是很稳定的 有没有人觉得 我们之前质素是很稳定 还是一个很低的水平 最低的水平 一低的 基本上是没需要看的 是刚刚好在那个水平线 很稳定 每一次都差不多 给到那些东西 这样地去 持续地营运 所以你眼前那些人 才可以有10年 有些人做了8年 为什么他们可以有 100万 这些什么 200万 300万 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异功能 不是因为他们什么 是因为他们做的在 就是这么简单 你要有什么名誉地位 拿到什么名誉地位 首先你要在这里 你要可以持续地在这里 在那个位置里面 你才有机会拿到那些东西 如果你突然之间 哇,这次这条片很厉害 这次很厉害 爆到飞起 你下个星期就消失了 在网络世界 你不是要想一条好爆 你不是要红15分钟的 是吧 所以建立一个非常好的 楼水式工作线 我觉得是 职业级 你不用想一百分百 你要克服的 就是你要搞这条生产线出来 这边当然是超级多人帮助 而且他们全部都是专业的人员 不是小东西的 他们都 因为这边的空间 是允许他们有这一部分 去转转某一样东西的专业 然后他们处理了 可能剪接 应付客户 各样东西 我们回到房间 我今天刚才 经过了一轮的搜索 我们有起信 刚才我用衣服来做枕头袋 就摊了一会儿 但是我发现 经过一轮搜索 我们找回那次买的枕头袋 和皮袋 因为上次我是自己带 我自己家的来的 这个是新卖的 我找回来了 那我们今晚 就有一张完整的床可以睡了 搞定 哇 文青风小青生 带你们走一个圈 就是来到这里了 今天就差不多了 再来我们的床 这个灯是别人送的 放在这里几年了 但是是穿的 我试试给你看 如果这位朋友你还在看 我都千言万语 都不知怎样说 这里啦 这里是床头櫃 我就是在这里找回我的床单 都不知为什么会收进去 上集你说没有床份 找床单 床单是全集没出现过 今集床头櫃内床XX 你跟我说 你床单在里面 都挺有床语 照过啦 明明床头櫃 当然是收回一些正东西啊 但是没有了 只有床单 那我们的 首批的地毯 没有的啦 大家这个 大家有的都不是我这个 那个字是不同的 就是这个字是不同的 我这一张好像是特製的 试完版之后自己用的 我们的地毯 这里有骚髒衣 两张桌 上一次买的游戏王 挺有型的 这里就是那个衣柜里面挤的 没什么看的 大家没需要知道 那我们今天的一日系列 让大家了解 成为百万库庸的秘密 是不是叫百万 百万订阅库庸的大秘密 就是在这一条 用广东话为大家揭露 好吗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 开始我自己的东西啦 今天就来到这里 记得订阅 Facebook Facebook 订阅 最后可以加入会员赞助 我们有五道级别 需要大家的支持 总共我们逢星期一 四十三 四十五 都有新片 所有不定期的Live 星期三 星期六 都有 九神马的新片 你就可以看到 究竟 那个剧透表 最终 你会得到什么 就是这样 下次再见 拜拜 很晚睡 但我还没做我的事 是吗 是不是又有一个 我可以说一下 等一下